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園無罪 公園無罪 互章游離 公園無罪 公園無罪 互章游離 今天是我們2年前 那時候全官方 sente罪官庫長在抗爭的時候 我們2年前到了馬英九他的官邸 我們去那邊丟了狗屎 那這個案子在一省的時候 非常清楚的檢察官宣判是二十天 二十天拘役 那当时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是无罪的 所以我们在现场 我们就当下我们就决定要继续上诉 我们头一次碰到保官那么明理 让我们判我们无罪 谢谢大家 好 刚刚宣判是说 那个我们毛理事长就是胜诉嘛 那就是也不必入监服刑 那我觉得不管是无罪或是有罪 工人其实 我们这些工人其实后面都要面对的 就是不止这次无罪 我们后面继续因为抗争而要所要面对的 比如说接下来工长工人还有一个卧物鬼案还没有宣判 再加上国道收费员的案子也还有公共危险罪 就工人继续都还要再面对这些后续的司法的打压与追杀 谢谢法院 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审认理 很清楚的我们这个行为是被逼的 是被政府逼的 所以我们最后用身体去对抗这个政府的时候 得到的最后是判决是无罪 我想这是我们一路走来 头一次感觉整个法院的氛围不一样 法院的想法也不一样 认为我们这样的抗争 当工人只能用他自己的身体去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最温和最善良的方式去代表我们的愤怒的时候 结果我们今天判无罪 我想我们就会继续用我们的身体去对抗国家一些不公不义 我们希望这个政府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 真正好好去面对台湾这一群真正非常辛苦的这些工人 包含国道收费员 包含未来还有更多的官场工人 我想全国官场连线的这些人 都会永远的跟这些弱势的工人站在一起 我们全国官场工人的案子在今年的三月份 老委会已经全面的撤到了 这就表示这样的案子 从头到尾我们官场工人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款款 是国家对不起工人 但是我们的工人却要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不管是卧轨丢鸡蛋 甚至今天的案子到总统官邸去丢狗屎 都是为了要表示对这个国家的不同意 我们的抗争是无罪的 工人无罪 工人无罪 抗争游离 抗争游离 工人无罪 工人无罪 抗争游离 谢谢毛理事长 谢谢社会大众的支持 今天全国官场工人连线 我们对我们的案子 已经在三月已经被 劳委会已经 劳动部已经全面撤告 那其实不是工人的胜利 是本来政府就应该要 我们的权益就应该要被保障 而不是靠我们的命去拼搏来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这一场官司是靠我们工人 以及所谓的这些的外力 去拿自己的身体跟命去拼搏来的 政府犯错 却可以领域退缝 工人抗争 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坐牢的下场 原来的当事者会一直成为后来的外力 所以现在的收费员 我们全国官场工人连线的成员们 也在成为声援的对象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被压迫的人 出来抗争的权益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6月13日上了国道 然后换来叶框石 他有承诺给我们一个委员会 但是到现在开了七次会 都没有什么结果 而且没有什么结果以外 就是拖着我们 那10月25的时候 我们上了国道 我们上了中立段的国道 我们换来的是什么 无情的打压 司法手段打压我们 然后开了104张的罚单 每张以最高的6千块来开罚 然后又传唤了我们102位的车主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不管政府他用什么手段来打压我们 甚至用司法手段 甚至用刑事案件的手段来打压我们 我们仍然不怕 在这里要告诉叶框石 告诉政府的是说 我们永远不会退缩 我们还是继续会抗争到底 128我们爬上了ETAC门架 叶框石他仍然归缩 所以我要告诉他的是 劳动部都可以出来 肯定抗争承认错误 那为什么你叶框石不能 所以我们国道收费员的抗争一定会持续 持续到说你叶框石出来认错为止 政府在我们人民抗争过后 都还可以用各种的手段 包括司法打压 包括就是让我们收到罚单 这些他都可以一直追杀下去 可是我觉得我们人民至少还剩下 就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倾限的 就是我们至少还有剩下我们的身体 可以当作工具使用 后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国道收费员资就会 以及官场工人连线的卧轨案的 12名被告的后续状况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